记者许世影台北报道,国片动于电影版卓氏出前导预告,空拍运镜及无大场景相当吸睛。 导演柯汉陈与胡宁远大量运用视觉设计角度拍摄,其中男主角林百瑞与世言反派的毛蒂秋雨晨在MTV里的斗翱戏, 场景赤资千万搭建,费时一个月用心还原1987年代当时青少年热门修监场景,光是这个场景的拍摄费用就占了总拍摄预算的十分之一。 该场斗翱戏,赤资千万搭建MTV,林百瑞回忆和毛蒂拍摄这场戏,是整部电影开拍的第一场,当时我真的是用尽全力在打,从MTV的包厢打到大厅, 甚至最重要的一打九打戏,即使体力几乎耗尽,有些镜头拍不到脸,但我从头到尾坚持亲自上阵不使用替身。 两人开拍前先在武术指导的训练下,排练了近一个月,毛蒂笑说,排练时尝试了各种踹林百瑞的角度,毛足了进去踹荧幕呈现才逼真。 相较林百瑞等人拍摄打戏的辛苦,女主角王静笑说她的打戏都在多,虽不用跟男生们一样苦输动作,但也要排细几动作,结果明明没什么打戏,可是身上的伤却一大堆,手和脚拍完打戏时隔天莫名黑青了几天才消。 斗鱼8月17日在台上映,毛蒂秋雨晨,钟,在斗鱼电影版饰演宝哥,是片中的大反派。 多曼妮提供,斗鱼电影版是出前导预告,王静饰演的小燕子,左,收下林百瑞饰演的于浩新型纸条。 多曼妮提供。